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大家台灣非常流行馬拉松 然後大家現在就是會說 馬拉松其實會傷膝蓋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有很多研究 就有研究 報紙就有報索 其實跑馬拉松不會傷膝蓋 所以很多的這個 尤其是喜歡跑馬拉松的人 就有了一個藉口 說我就盡量跑 反正跑的都沒事 可是他卻沒有注意到 我們報導很喜歡 只找大家喜歡看的 他卻沒有寫淡書 他的前提是在 當你的關節是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你的腳的膝蓋 我們就有人擦腿 有人O型腿 都是完全正常的情況下 你跑馬拉松沒有問題 所以比如說像Terry這個情況 就是我們標準的 就是說 不能再去跑馬拉松 不能再去跑 因為有受過傷 對 我之前其實就有一個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這種有些時候你以為沒事 有時候真的很嚴重 有一個也是三十幾歲 大概在這幾年半 這兩年開始風型馬拉松 他就開始很喜歡跑 然後其實他本身是個O型腿 台灣亞洲其實比較多動 O型腿的這個腳型 那他覺得沒差 他的肌力夠 他就一直跑一直跑 直到跑到他腿真的受不了了 來照X光 我們照X光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膝蓋跟膝蓋中間 我們會有一個這個關節的液體 然後所以我們照起來中間 會有一點空空的 他那時候是這樣 我們兩邊的腳的內側的 關節跟關節是全部黏在一起 應該被磨光了 對 他已經軟骨全部被磨光 那會痛對不對 很痛 非常痛 這一種非常非常痛 是啊 對 那其實這種 其實那種藥物 都只能做一些止痛 跟這個算是症狀治療 你就要長期的去 比如說患關節 或者是你就要打 像玻尿酸的東西 增加中間的空 如果你沒有打 那個真的很痛對不對 那個非常痛 那個其實沒有 幾乎沒辦法忍受 因為走路都會聽得到 兩個骨頭在抹擦一起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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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